等你确认一下台北桃源间自由座一位 谢谢 从9月1号开始民众拿到的自由座车票 上面写的就是现搭自由座车厢 从2007年高铁开卖自由座车票以来 上面都是写10到12节可以搭 现在要把这个字样给换掉 不管是人工售票或是自动售票机里的票券 都会一起更改 来到第10到12节车厢 原本在月台门前贴的自由座告示也已经移除 旅客搭自由座要改掉以前的习惯 可以看看列车上的显示器 或抬头看看上面的电子荧幕显示 就能知道哪里才能搭 对比较长辈的人的话来讲 就可能比较不方便了 但是如果对年轻人可能就还好吧 我觉得这样子不方便 而且很多人会不一定会去看 会把10到12节字样给删除 是因为高铁会在不同时间弹性调整自由座 尖缝时段可能加开8到12节 或是深夜时段历时节改成对号座 为了避免旅客混乱才要把车票和地帖给更换 在这个月中也一度出现自由座乘客太多 挤到对号座车厢 高铁也说售票时会预判当时乘客数 来调节自由座和对号座的配比 一个短期的现象 那因为有几个连续的台风 那造成一些旅客他 一些大型的展演 还有旅客延后他的行程 而中秋期间 双铁的车票也在31号 正式开卖高铁统计 开卖8小时已经售出23万张票 台铁统计截至9点之前 购卖出21万张票 较去年同期15万张 增加约三成 若有计划中秋出游 也能上网查看 是否还有车票可以搭乘 一位新闻是某些草证人 台北彩虹无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